记者许国珍台中报道,英国卡通佩佩珠,Peta Pig,近年来爆红,是目前最受儿童借小女生欢迎的卡通,却有不肖业者搭热潮从中国低价购入佩佩珠,Roots,Adits等各式服饰,包包的房品贩售,保二总队型大真二队上周旋县在两间同装批发行茶扣4000多件房品, 业者诸吃上商标法官司,还可能面临原厂提告抗山债,得不偿失,警方调查,台中市杀戮区路疗商圈应服侍批发商齐聚,吸引不少下游贪商前往批货,但分别在该商圈经营同装批发行超过20年的68岁詹姓男子及58岁的徐姓妇人,却看准少子化时代家长爱子心切, 以低价自中国批货大量购入佩佩珠,Aditors,Roots,Jordan等各式仿冒铜装,包包,再以两倍以上价格批发给下游摊商。 日前有民众买到佩佩珠的内裤等衣物给女儿穿,却发现出现皮肤过敏等现象向警方检举, 警方经过两个多月追查上周巡线到这两家童装批发行查期,查扣各种粉红佩佩珠的仿冒衣物,玩具与周边商品,以及Aditors,Roots,Jordan等仿冒衣物共4500多件,侵权市值超过200万元。 警方指出,以佩佩珠房品而言,包装简陋且印制简体字,且该批房品不但布料材质粗糙,使用劣质染剂,业者还便宜形式连领标都未改,一眼就可辨识是仿冒冒品。 两名业者公称,从今年才开始以100到200元不等价格,从中国购入各式仿冒铜装、包包,再以两倍以上价格批发给下游摊商,不知道是仿冒品,迅后全案依违反商标法送单。